大家好,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在冬季的时候 我们要给这个柠檬在盆土里埋上一圈 这个发酵附属好的羊分有机肥来增加盆土的营养 又能够给它增加盆温,让它能够顺利的越冬 在开春之后,它很快就能够冒芽冒花苞了 那么现在我这盆柠檬树在开春之后 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花苞 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给它剪上两刀 让它后期的花苞冒得更多 那么剪上哪两刀呢 首先第一刀就是要剪掉这些枯叶,碧叶 像这个柠檬的话它比较怕冷 那么在冬季的话,这些叶片很容易出现冻害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叶片的话,它的光合作用降低了 而且还会消耗只需养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枯叶剪掉 如果有碧叶也要及时修剪 但这些都是可以剪掉的 那么这是第一刀剪这些枯叶 第二刀我们就是要剪掉一些新芽 我们会发现在开春之后 这个柠檬树会冒出非常多的新芽出来 但是不是所有的新芽都要剪的 我们剪的话主要是剪一些叶芽 因为刚开始它冒出了芽的话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花芽还是叶芽 所以我们要等到它长出一段时间 然后会观察它在里面长出了花苞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剪 我们等到它长到这个阶段 然后一直没有冒出花苞花芽 就像这种芽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剪掉 因为蜘蛛针手正在长花苞 正在进行生殖生长 如果让它冒出过多的叶芽 那么它的营养生长过往会抑制到花苞的生长 所以像这种芽呢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适当的补肥 我们这时候一定不能够用过多的淡肥 淡肥用的过多很容易造成它后期长出更多的叶芽 会抑制到蜘蛛的这个生殖生长 所以我们用肥药用一些磷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常用的就是磷刷青甲 将它稀释1000倍 大概呢就是10天左右 给这个柠檬啊喷湿一次 可以让它后期冒出来的花苞啊更多 做果率啊也会更高 所以在现在刚刚开春 然后柠檬树开始长花苞之后呢 大家就一定要及时把这两刀修剪了 那么这样你的柠檬树 后期开的花就会更多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